让百年古道能够继续的流传 新竹县横山乡敦指冲古道 采用古法就地取材来搭建 那么其中30公尺长破损塌陷 也有树木倒塌 影响到了旅客的践行 那么荒野保护协会40位的亲子 他们用更坚硬的刺竹来重建台阶 也改善排水变得更耐用好走 小朋友拿锯子瞄准竹子切下 荒野保护协会到横山 协助社区修复墩子创古道 我们去带他们做一些生态导览 那他们可以用换工的方式 可以来做导览费的一个交换这样子 古道有两年的时间 就是一直都有一些 开始有一些腐坏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想通过这次的机会 也让小朋友可以学习 怎么样去做修缮古道这件事情 总长三公里的百年历史墩子创古道 多年前千里步道协会 带领社区就地取材 用树根竹子披肩阶梯 其中30公尺路段 使用的麻竹台阶严重破损 玉与塌陷 也有树木倒塌 迎向游客践行 荒野保护协会 就号召40位亲子协力修复 居下更坚硬的刺竹 也奋力重锤固定 大家分工合作 将20节刺竹阶梯 顺利重建完成 来的大概20个家庭 接近40多位的伙伴 然后我们从比较远的地方运赤竹来 然后原来的木材是麻竹 麻竹的耐度就没有这么够 纯耐度没这么够 然后赤竹的话就会比较久 大概可以存放三年左右 有时候带着镰刀 有草会妨害人家走的 我们就先去煮一煮这样子 让大家来的就玩得愉快这样子 用当地竹子古法重建 也改善排水 保留人文开墾历史和生态富裕 让墩子冲古道重现原貌 继续成为恒山的秘密花园 再次继续成为恒山的秘密花园